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鸿源就是那个著名的华为251的员工 他在华为工作12年 曾于2016年11月举报其所在的部门存在造假行为 此后华为没有与他续签劳动合同 李鸿源要求华为提供离职补偿 反遭华为诉讼敲诈勒索 被关251天后无罪释放 仅获得10万元补偿 李鸿源在贴文中说 不知道这次公司断臂求生能否有效 他质疑目前裁员依据的是现有的绩效体系 把能拍马屁的留下 能干活的开掉 结果可能更糟 这些人没饭碗了 法律问题如何解决 他还对华为一名高管好话说 你现在能保证自己不在大名单里面 公司能保您一辈子吗 目前这则贴文已经被删除 华为官方没有进行回应 据说要裁掉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销售人员 华为最近受美国加紧制裁 2019年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以国家安全为由 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商品和技术 2020年更是断绝一切美国科技与华为的联系 对华为造成巨大冲击 台积电也取消了原来据说是华为囤积半年芯片的订单 并准备要把工厂迁出中国 而孟晚舟也被加拿大法院判定符合双重犯罪 可能继续引渡 不过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向加拿大BC省高等法院 提出了新的证据以反对被引渡 律师团队说 美国向加拿大提交的证据充满了故意和鲁莽的错误 华为向法庭解释 Skycom与华为的关系仅是在伊朗的合作伙伴 而美国对这个PPT的总结存在严重误导 而汇丰银行也并非不知情 律师团队还表示 美国称汇丰向华为提供的9亿元信贷便利根本不存在 这笔资金华为从未提取 并于2017年6月取消了 对此美国检方发言人魏宇置评 加拿大司法部长发言人也魏宇置评 该案仍待法庭审理 汇丰方面表示 不是此案的当事方不适合发表评论 不过美国商务部最新宣布了一条消息 美国将邀请华为共同制定5G等技术标准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 让华为加入制定标准是为了确保美国业界更全面参与通信领域的标准制定活动 美国的参与和领导将影响未来5G 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先技术 美国不会放弃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要通过这一行动 鼓励美国业者全面采用和提倡美国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 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分享用于制定行业标准的技术 美国商务部同时表示 这项新规则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华为的决心有所减弱 他们称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 使得美国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居于劣势 而技术标准是全世界各家企业产品开发规则的依据 只有统一技术标准才能使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能够彼此衔接协调运作 代表亚马逊高通和英特尔等公司的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 亚洲区政策高级主管威尔斯说 2019年5月实体名单更新带来的混乱 曾在无意中将美国公司从一些技术标准对话中排挤出去 使他们处于战略劣势 6名美国参议员上个月致喊美国商务部 国务院 国防部和能源部部长 要求他们尽快出台规定 确保美国在参与5G标准制定上不受实体清单限制 甚至其中也包括对中国采取鹰派态度的卢比奥 英霍夫和科顿 华为目前没有评论 但华为此前一直认为 追求统一的标准让各方受益 这是通信业的共识 华为会积极参与持续合作的方式 推动全球统一标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